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 這個三藏解放後的技能 是官方確定版 那之前有一些留言這個有人拆包 可是這次其實我看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那剛剛官方直播看完之後 原本的三藏是看到有兩個技能 有一個技能是可以把整版轉成種族符石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的 只有這個引爆場上風化跟凍結 跟我們之前分析的其實就是差不多啦 隊長技也是差不多的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我之前的三藏的 技能流出分析 那這次的話 這是嘎咪來解說啦 那這是來源的話是官方的粉專 那我把一些重點的部分解下來 那重點的部分就是 消除一種種族符石的時候呢 倍率81倍 因為他基本倍率是6倍嘛 那雙隊長的話是36倍 那消除一種種族符石會增加1.5倍的增傷 那雙隊長的話就會增加2.25 所以消一種種族符石乘2.25是81倍 消兩種的話就是182倍 消三種的話就是410倍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就是三藏的 這個平坎會有多誇張 但是你要維持他的平坎倍率的話 可能就是隊伍裡面要帶一些可以專 種族珠的角色 最好是CD越短越好 那這個不然平常的話 36倍的話平坎 這個是倍率有點太低了啦 而且這個倍率是還沒有包含合體之後 共鳴這個攻擊力 機質的攻擊力 攻擊喔 這個倍率 所以這個共鳴之後再加上這個倍率 應該是會蠻誇張的 剛剛實戰影片是真的蠻誇張的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還沒合體前的血量 那其實跟我們之前預測的一樣 如果說你隊伍裡面 你要放最高血量的話 就是放日月狼 日月狼合體之後兩張是1萬多 那其他4個成員都共鳴到日月狼的血量 所以加起來就會超過這個5萬的血量 大家可以看到 合體之後會變成這樣 5萬2 所以如果說你要撐血的話 就是放日月狼就對了 那你如果不撐血的話 你放白龍 用白龍去共鳴 白龍也是有5000多血 那放白龍的話等於是你隊伍裡面多一張卡 因為日月狼算2張 算佔2格 那白龍的話也是有3萬的血量 也是不會太差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平坎 有開這個 梅比斯 跟這個愛爾沙 這樣等於是剛剛我們講到的幾倍 剛剛我們講到的是幾倍 兩個種族豬的話 妖精符石跟 這個人類符石就是182倍 這就是182倍的平坎 就是單張1000多萬 1500萬左右 然後看天降而定 那他一樣有這個光珠掉落率加成 然後另外這次是多了血量 血量 就是同步最高的那個角色這樣子 然後再來看到這個是爆發的傷害 就是開了這兩個種族符石之後 180多倍 然後共鳴日月狼的攻擊力 再加上三丈的主動劑 這樣子是 單張打1億多 1億6千萬 這個平坎非常的扯 爆發也非常的扯 那這個 這個是開日月狼的第二招 再加上三丈的主動劑 加上場面上有這個 人族跟妖族符石 這個爆發來到了十幾億 所以大家可以 對三丈的這個 這個傷害應該是沒有任何的 疑問的啦 主要是我覺得他缺的是 那個 結板 我覺得他缺的是結板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三丈的正確的技能公佈啦 那分享給大家 那比較可惜就是之前那個 他有另外一個技能 可以把整版的這個 隊員的下方之牌 全部轉成 該成員的種族符石 這個技能好像並沒有實裝 還是說官方沒講 我也不知道 不過他看剛剛的影片的話 是沒有這個技能的 就是只有一個技能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訂閱 訂閱下角幫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